嗨 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呢想跟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 因為我剛剛還沒有做兩分鐘的自我介紹 然後我的三個關鍵字呢可以在這張圖上面看到 首先呢是我的名字 我叫做吳之花 你們可以叫吳之花 對 然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Fifi 就是很像是可愛小狗的名字 然後我跟這隻狗一樣 牠踩著高超 我的興趣是扎刷 Juggling 我在中央大學的時候有自己成立過一個社團 最後呢是愛分享 我的第三個關鍵字 對 因為呢 其實看這隻狗牠踩著高超在這邊 看起來好像有點愛線 可是其實牠是一個很愛分享的狗 愛線跟愛分享有點不一樣 愛線的人告訴你 看 我好厲害 但是呢 愛分享的人告訴你 欸 果貴 你也可以 對 所以呢 現在就是 先謝謝各位今天來到這邊 對 因為我知道就是大家的時間呢都很寶貴 時間呢是一去不回來的 所以呢 謝謝大家給我有這個時間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對 所以呢 現在呢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南投足山的天空的院子 你們現在呢就住在那邊的一個板燈上面 聽著我講故事 我要說的是呢 一個幻術的故事 一個旅行七天的故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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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個 一個何培鈞先生 他小正文創 創業的故事 對 這三個故事究竟要講哪一個故事呢 其實 他們全都是這個故事的一部分 但是因為我的時間有限 所以呢 我只會跟你們分享一個故事 一個關於我自己的故事 對 我來自外貿協會 他呢 這個地方在新竹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因為呢 他跟我開始這個計畫有關係 對 怎麼形容我們外貿協會呢 他呢 就是呢 時間有限 事情無限 我們每天呢 不再挑戰極限的一個地方 當時呢 我們有一個報告 就是要做STT的報告 要找一個文創的產業來做這次的報告 所以呢 我就選了小正文創 作為這次的主題 這位是何培鈞先生 相信大家對於他應該不陌生 我當時呢 做這一段報告的時候 我其實有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呢 我就想說 是不是可以直接問他呢 我就在Facebook打他的名字 他真的叫何培鈞 然後我看到 欸 我們有共同朋友 所以我就加他好友 然後結果下一刻他就 他就接受了 然後我就整個很驚嚇 但我當時呢 就把我想到的問題問他 那因為問題呢 實在太多了 所以呢 我後來就直接打了一通電話給他 那我記得是晚上 快十一點的時候 我就打過去 他就說你就打過來沒關係 然後 當時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呢 我們講了整整十八分鐘 像是TED一樣 對 個人的TED 對 就很感動 因為呢 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呢 我後來知道為什麼我這麼感動 因為呢 他回答很真誠 而且我在他回答的過程中 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對 因為 因為呢 就是呢 其實我問他這些問題 一定很多人問過他 重複的問題 可是他為什麼願意 這麼樣的真誠回答我 那些問題 我就想到我自己 平常在教人家長小的時候 其實 其實 幾乎教的動作都差不多 對 但是我還是會很開心 很開心的教每一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後 跟人家分享這件事也是很快樂的 所以呢 我就跟他一樣 我們持續做這樣對的事情 所以呢 自從做完那個報告以後 我就去申請了他們的專長換術 而在六月底 六月中那邊 我就來到了南投竹山 我記得那一天 下著雨 我一個人 我拖了很重很重的行李 因為我的道具非常多 走五分鐘的路程 我拖足走了二十分鐘 然後 在趕在他們下班之前 我呢 就是拿了鑰匙 住在 在小鎮文創的對面 對 當時呢 我才發現 原來 那一棟房子 今天晚上 只有我一個人住 更酷的是 接下來一個禮拜 也只有我 因為那時候是淡季 還沒有放暑假 快速升不多 對 可是呢 我呢 我當時我跟我爸媽說 就是 那一棟只有我住 他們都很擔心我 我告訴他們說 其實呢 其實 不需要海拔 因為那裡其實是正上 還不是山上 所以我就在那邊住了下來 我想說給自己再一個機會 就是至少要住了第一天 然後我隔天呢 就到那邊去 就到小鎮文上去 我本來以為 我可以遇到何培君先生 我本來以為 我可以呢 可以有一個 可以呢 做一些什麼事情 但我後來發現 他不在 那邊只有一個很忙的員工 所以呢 我就自己騎著獨輪車 就是 到處逛 到處走 走這個就是 小鎮 其實非常小 我一天就逛了差不多了 對 那 其實逛了完那一天 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來到這邊 然後我就看著 對面的那個車站 我就想說 可以到雲林 可以回阿嬤家 然後結果我就坐車回家了 我就回去兩天 對 因為 其實我那時候 住在那邊的時候 晚上沒有熱水 因為他那個時間點 很少人去住 然後他就把熱水器關起來 然後我不知道 對 所以呢 但是後來 我禮拜一回來以後呢 終於有機會跟海培君先生講到話 我們呢 他就跟我說 其實他要我只是來住在這邊 觀察這個小鎮 成為一個社會觀察家 他就跟我舉例 像是 你們可以猜猜看 就是最下面這張圖片 他代表什麼 他就說一個故事 就是當時有一個 什麼都不會的患術生 來到那邊 然後呢 跟他聊一聊 他也不知道是可以做些什麼 然後培君呢 就叫他到鎮上走走 結果呢 這就是他一個禮拜以後 交出來的作品 這是 五三小鎮 最愛聊天的老闆 分布圖 對 所以呢 其實你不會任何專長 你都可以去幻術 你到那邊 你到那邊就是 一個最好的禮物 而這就是 我當時在 他們的患術生 有個社團裡面 分享的照片 就是一個自我介紹 我就帶 這就是我當時 帶了所有的道具 非常的重 大概有15公斤左右 對 然後我只是要告訴大家 對 我是雜雞姑娘 對 所以呢 我呢 就開始了 對 然後隔天呢 裴軍知道就是我帶那麼多的道具去 他呢 就 他就幫我找了一個在地青年 然後我們就一起開始了一項 微電影計畫 就是呢 我用我的雜耍 然後呢 他拍微電影 然後那個微電影的話 可以幫我放一小段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沒什麼時間了 對 我們當時 其實 隔天就跟他聊了以後 我們就 過了兩天 我們就去拍的那部微電影 我們一整天 從早上八點半拍到晚上十點半 然後就完成了這部電影 然後這是其中的一個片段 就是呢 我們到大地的國小去教小朋友玩雜耍 他們的一節體育課 然後 我們就跟他互動 讓他們體驗雜耍的過程 然後 其實 覺得叫別人雜耍 這個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用聲音 對 就是 當他們看到這些東西 的時候 他們的眼神散發出的光芒 是我非常苦就贏的 雜耍其實就是 一家玩具 當你還要玩得很厲害的時候呢 就是叫雜耍 然後 然後我們就是 透過這樣的雜耍 然後就帶這小朋友 到各個地方去 到他們竹山一些目落的景點 然後 就是藉由這個過程中 想要喚起竹山在地人 對一些他們的在地文化的一些重視 最後的兩天呢 我們就到了 他們的 呃 天空的院子 就是跟記憶中一樣很漂亮 我們在那邊 是要幫忙打掃 像是 拔草這件事情 對 裴君呢 他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傳統的東西呢 你去維持它 他會隨著時間 時間的過去 而變得越來越珍貴 今天呢 如果說談一個就是 硬體的 就是談一個 新的東西 像是 永遠都有更豪華的那些鋁色 可是呢 可是呢 這些舊的東西呢 他們不會隨著時間而折舊 他們會隨著時間 越來越珍貴 所以呢 對 這些地方其實呢 都是原本就存在在那邊的 然後他上去 把他們重新再改建起來 對 所以呢 其實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就是那些舊的東西呢 其實就很像我們人之間的感情一樣 就是 東西壞了 你不是要去 你不是要丟掉它 你要去就是 把它修復起來 所以呢 你要珍惜 就是這樣的文化 讓它維護 讓它繼續下去 而當時呢 我在那個地方 有看到這一格子 即使當下 就是告訴我們 就是當下的重要性 我當初會去那邊 要不是我當初去那邊 要不是我當初有很認真的做這個計畫 其實 我 我不能有這麼樣的很好的回憶 一部自己的微電影 然後一個在這邊跟大家分享的機會 對 其實沒有未來 其實現在就是未來 所以呢 就是我當初在那個院子裡 跟大家 教大家玩雜耍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讓一個爸爸 他跟我說 我是他的雜耍 晴光老師 我覺得最珍貴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過程中的 這一些收穫 所以呢 謝謝大家 我們要有五分鐘的QA時間 大家問幾個問他 我比較好奇就是 你之後一大戰去做 繼續玩雜耍 繼續教人 還是 你未來 你未來 對對對 雜耍嗎 其實我 我一直都會 就是他 是像我的興趣一樣 所以呢 我應該會持續的 教別人 然後 我之後 會去工作 大概是明年的時候 然後 我有看到一個 我還蠻喜歡的工作 他叫做 Clubman 你們應該 你們有聽過嗎 他其實就是度假村 然後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個性 就是 我是還蠻喜歡與人為善的 就是我很容易 在路上 遇到很奇妙的事情 然後 跟人家相處也是 常常會有一些 很有趣的經驗 所以呢 那個地方就是 有點類似 他們有個工作叫做 GO Gentle Organizer 然後 就是有點類似 你到他們的小島玩 他就幫你 包一整天的活動 就是我從去接待你 然後 帶你認識小島 然後可能教你一些東西 然後到晚上 就是一整天的活動 然後 我覺得我自己 還蠻適合那樣的地方 然後 我也相信就是 我可以帶著我這樣的興趣 然後跟跟多人分享 在哪邊啊 他是一個 全世界都有耶 對 就是度假村 是一整個小島 然後你們可以去玩的話 就是 你就 你就付錢就是了 你就去那邊 他幫你整套安排下來 對 然後連小孩帶過去 都會有人幫你照顧 是嗎 對 謝謝 剛剛我覺得你蠻適合做 雜耍的教導 因為剛剛你看到你在雜耍的時候 看你那個 整個眼神充滿著自信 還有很快樂的那種感覺 嗯 真的是蠻好的 你真的是全對他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說 是只有年輕人才能夠去換數碼 還是說 他沒有限制年紀 而且他也沒有限制時間 就是 我有聽過就是 去一個晚上他也接受 因為 你就看他的淡忘記好了 就暑假一定是比較多人 暑假他就會有要求 就是可能要去 至少兩個禮拜 然後其他時間的話 他都沒有限制 那我們要有什麼東西 去跟他換啊 你就 你就填一個心事清表 然後過去再說 哈哈哈哈 因為其實 我也不知道耶 就是 就是 你沒有什麼計畫 他就要讓你換 總不會說 一個人過去那邊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他就會讓你換 有房間就可以讓你換 Why not 那個地方 他們租下那一棟 好像一個月大概八千塊 包水包店 就是 鄉下什麼沒有 就是房屋很便宜 可是 總是也會發費啊 那你要 你要 帶熟東西給他 或是 你說自己吃住 吃的那一部分嗎 比如住宿啊 因為像你會有 很雜耍的技術啊 去那邊教學生 沒有耶 他就是當初 他跟我聊天的時候 他其實也不知道 我帶了那麼多東西 所以呢 他就說 你可以觀察這邊 然後你寫一下 你看到的什麼 因為他們祖山人 可能看不到他們自己 有的東西 然後你一個外地人角度 去觀察他們的 當地啊 像是夜市啊 什麼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版式 你就可以寫給他 他都很高興 對 所以其實 真的沒有要帶什麼 老實說 我有聽過有人 像我一個朋友 他的小孩去馬祖 他們去換宿 就是到那個民宿 那邊去工作 有 做一點事情 然後他就 在那邊住一個月 對 沒錯 像是我們去山上的 那個時段 就是有點類似 以公換宿的感覺 以公換宿 那這個地方 不是 在下面的時候不是 就是正上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特別 要做什麼事情 對 上山的時候他就會 安排一些時間 然後你就要跟著山上的管家 一起打掃 山上的那個天空的院子 天空的院子 所以你要去打掃天空的院子 這樣做一下 然後還有一些附近的景點 然後他山上就會公吃 因為 對 他是這個地方 大岸三層 就是和媽媽在那邊 做吃的 所以呢 去山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那邊 吃和媽媽做的菜 所以他去那邊 掃地啊 斷中盤子啊 這樣 嗯 主要是掃地還有吸東西 因為那些院子 像是有一個 也是另外 另外一個人 看到和培群這麼做以後 他也回去把他的主廚做一個 就是 重新的改造 然後他是一條龍 他叫做 竹什麼的 然後 他那個前面有生態池 所以一些房子裡 常常會有蟲 那你就要去幫忙吸地 其實我們主要是 吸地跟叉叉東西而已 對 還有八草 但是其實我只在那邊 工作了一天而已 因為我去的時間很短 對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的問題想要問 請問 那我們就掌聲 謝謝 明天給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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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